我们宾伯接下来我们带你看看台中市长胡志强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市定的骨鸡 他才定这个骨鸡十天之后 这个骨鸡就被拆了 就在昨天清晨 有人拆了这个台中市南部区的瑞成堂 其实这个瑞成堂早在十天之前就被定为骨鸡 但昨天清晨就有人开怪手把他给拆掉了 瑞成堂他位于自办的重画区里面 因此现在有人强烈怀疑 是不是包厢把他给拆的 上午当地的明代就号召了民众 那么聚集现场收持白玫瑰 他们说台中文化已经死亡 明代带领着民众手持白玫瑰 在被破坏的断圆残壁前 低着头为台中文化哀悼 破坏古迹的怪手还停在现场 一旁是破碎的砖瓦和梁柱 瑞成堂的皇家子孙只能隔着封锁线 遥望祖先留下来的建筑 我们回来这里就好像欣赏我祖父 当初建这个房子的辛劳的用心的精细 施工的精细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不气愤吗 台中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 这个月9号决议 将瑞成堂指定为试定古迹 才过10天古迹就遭到破坏 由于瑞成堂未在自办重划的计划道路上 民众怀疑是重划会包商所为 重划会不但否认还亦有所指 我是觉得说很可疑 我也不能说皇家里面情形怎么样 我在这个时候把它讲出来 当然皇家里面又有人同意 又有人反对 巧合的是重划会下包商的怪手 在古迹被破坏当天凌晨被偷 就是停在现场的这一架 只是凶手逃之夭夭 其实台中市已经多次发生 代表中部史前文化的会来遗址遭破坏的事件 而在2004年 市府竟然在台中公园遗址上头 新建五星级厕所 2009年则是一处即将被登陆为 历史建筑的张庆兴堂 也是在半夜被人破坏 主体结构几乎全毁 面对多次的文化灾难 市长胡志强还是只能说同一句话 其中张庆兴堂在被破坏后 到现在还是无头公案 也失去登陆为历史建筑的机会 文化人士担心 锐晨堂会成为张庆兴堂的翻版 台中市文化局人员解释 锐晨堂已经是古迹和历史建筑的等级不同 再加上专家会刊后认为可以原地修复 只是文化一再被破坏 民众不禁要问 这就是胡志强所称的文化城吗 三地市文邱里红 SNG小组台中报道